这位大德同修 大家吉祥阿弥陀佛 上一次我们请王川大夫跟大家谈养生的课程 养生也是跟感应之理是完全相应 我们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而且让家人放心 身体法复受之父母 不敢毁伤笑之死也 让父母安心 让家人安心 所以这个健康的课题 我们还是要多花一些时间来深入 进而来例行 好 那我们现在再有请王川大夫 因为他课程今天可以圆满 我们有请 谢谢法师 尊敬的黄老师 尊敬的诸位老师 各位教育界的前辈 各位学长 大家好 蒙法师辞命 黄川继续来为大家报告 我们这个专题的后半部分 那么我们这个专题呢 主要是围绕着 中医 身心护卫影响 这个主题开展 我们知道啊 医学也是博大精深的 我们的饮食 关乎我们的健康 我们会不会穿衣服啊 也关乎健康 像最近呢 很多城市高温 那我们难免会吹空调啊 吹风扇的 我们自己内心有一个感受 怎么样的温度 自己舒服 实际我们的身体承受度 是另一个状况 最近看到了很多学长中暑 生病 其实都是啊 自己的感受 跟身体的需要 产生了落差 他没有发现 这不小心呢 就容易中暑或者感冒 睡眠 乃至我们的 所有的劳作 动作 我们说人活着 休息 不是目的 休息是一个暂停 像我们的手机要充电 那他要发挥作用啊 我们人活着一定会动 或者是心动 或者是生动 或者是身心剧动 那怎么才叫不妄动 古人也有一个标准和认知 像这些范围 这些领域 都会影响着我们的健康 但是啊 他们都有一个总的核心 就是我们这次报告的主题 我们的思想观念 我们的情绪 对健康的一个影响 那么今天下午啊 跟一些同学们 他们大概是九岁十岁啊 到二十多岁这个年龄层 不等的 一些同学们交流交流传统的音乐 我自己呢 也是之前的上课 会感觉 越讲越有感觉 为什么呢 相信诸位老师啊 比王川的经验丰富 那台下 跟你产生共鸣互动的时候 有的时候自己会越来 越有灵感 那么 法师也教的 我们不要执着 不要有预设 结果今天呢 在期待着这种灵感的碰撞了 结果在撞击中啊 逐渐消失了 台下呢 睡觉的 走神的 就发现呢 这些孩子 集中注意力 只有十几分钟 所以本来预定 多讲一点的课程啊 因为一些理很深 一讲啊 这些孩子们就 好像不能集中注意力 去思考 他只能对你讲直观的 感性的 或者你的一些 讲的故事 给他一些 带来一些刺激 他还能集中注意力 或者你跟他产生一些互动 还能有注意力 当然我们要把一个理剖析 要让他去 靠自己的思维 去把这个理跟事 做一个简单的结合 同学们就会明显的走神 然后这个跟我们台上的连线 我感觉好像有一张网 被一个剪刀 就剪断了 然后我就失去了 和他们的连接了 就开始转圈圈 没信号 然后我也有一点慌张 这个时候啊 也尝试着调整这个方向 可是还是效果有限 所以我就跟主办方说 我说我感觉愧对 你们的信任和委托 自己能力财性有限 主办方也安慰自己 说你的课台下的反应 已经是目前比较理想的 那不知道他们是安慰自己 还是真实的一个情况 但是法师有提醒到一个点 自己也有请教法师 法师是说 这些孩子也受到了手机的影响 自己静心意思维也十分有道理 我们不能只是在失败中沮丧 我们总要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些 我自己的观察 这些孩子的领悟力好像被什么给仗毙住 我就跟这些同学们说 我说同学们呢 我给很多年龄层的人讲过这些道理 我说你们觉得哪个年龄层的吸收度最好 他们还蛮灵光的 他们说中老年人 我说那你们吸收的怎么样 他们说不太好 我说为什么 同学们说 他们的兴趣不在这里 我就问那你们的兴趣在哪里 同学们说 不知道 不知道自己有什么兴趣 所以我在猜想 他们已经习惯了被各种信息灌束 习惯了被各种声音视频刺激 当你需要他去想象 他去思考 他去跟着我们的脚步 自己从古人的智慧中 去体会到一些 美妙的教会的时候 他们就跟不上 就好像这个婴儿 我们一直都是把饭嚼碎了给他喂 一直都是用刺激性的食物来刺激他的胃 突然有一天 你拿了一叠这个原汁原味的食物说 你自己吃一吃 他没有办法消化 没有办法吸收 所以这个手机对我们的影响 会直接影响青少年 对文化 对这种祖先几千年智慧的传承 也让自己看了深感惋惜 所以我们上节课也跟大家讲了 美国一个著名的案例 Break的案例 那他也代表着现在很多年轻人的一种生活方式 在这种刺激中 产生各种悔恨 但是又敌不过现实的无聊 又去追寻新的刺激 在这个过程中 逐渐失去了跟亲人的联系 逐渐失去了对人生的向往和兴趣 所以这一点也让我们要引发一些重视 如果我们再不好好的保护青少年 那可能他们的未来比我们更危险 他们要面对的世界充满着更多的挑战 所以我们看第六页的讲义中 第六页 我们说了 现在很多的游戏 还有这些手机的内容 也是被精心设计过 也结合了很多心理学上的研究结果 我们看 让孩子上瘾 第一步是要触发 就是先要刺激他 让他感受到一种 很过瘾 很有兴趣的感觉 然后第二步呢 持续的吸引他的注意力 那么这些相关的设计 游戏的设计 就在参与者想要放弃的时候 会抛出一些讯息 刺激我们 给我们一些好处 给我们刷一些游戏中的虚拟的物品 刺激我们继续来深入 然后呢 甚至还推出一些 不定期的抽奖啊 不定时的礼品发放啊 让人呢 为了这些奖品 而继续的 沉迷在其中 第三个呢 缩短用户获得刺激的实践 那么我们 上节课也谈到了啊 他通过刺激我们的大脑 分泌多巴胺呢 让人产生一种 愉快的感受 可是我们大脑产生多巴胺 这个刺激 要越来越频繁 人们的感受才能持续 你如果越来越不频繁 那是往戒途的方向在努力的 所以刺激 要越来越加强 所以游戏中设计的这些内容 也是会越来频越高 第四个呢 是利用心理学上一个著名的实验 叫斯金纳湘实验 他发现了一种可变奖励 很容易让人对某种东西上 什么叫可变奖励 你不一定什么时候得到什么好处 他充满着随机性 时间不确定 奖励的内容也有巨大的不确定性 还有可能我们期待了很久啊 得到的是小小的奖励 也有可能啊 我们无意中短暂的等待 迎来的是一个巨大的 超乎预期的奖励 那利用这种可变的奖励 让人沉迷到其中 最后一步 引入社交机制 还有工会制度 就是把我们社会上 社交的系统引入 有的时候我们 自己的孩子学生 本来想退出啊 可是在某一个时间点呢 他的同学朋友都会为了某一个任务上线 他有的时候 为了不被同学孤立啊 也就不得不去参与 所以前两天呢 我们也遇到了真实的这样一个案例 一位学长 他说他孩子 本来想参加 传统文化的一个活动 后来跟妈妈说 我不参加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他跟朋友约好了 要在某一个时间段呢 完成游戏中的一个任务 他说我不能啊 失信于朋友 我们乍一听 是不是觉得这个孩子讲的还颇有道理 陈伟老师 这个时候我们该怎么引导他 所以我就想起了 以前我们法师讲的 我们的信呢 要和义结合在一起 所谓的信义 如果我们的信呢 不能跟义结合在一起 不能跟正确的事情 跟对朋友有利的结合在一起 我们这个信呢 有可能会害了朋友 也害了自己 所以我们怎么把 守信要跟义 信义结合 这个道理 给我们的 有缘的这些同学 孩子 把这个道理讲清楚 这个对他们 这个年龄段 正好在青春期啊 不愿意失信于朋友 那这个时候 法师就教他了 说教他的母亲说 你可以引导孩子 如果他跟他的朋友介绍 我来学传统文化 表面看 我实信于你们 实际上 我是为了提升自己 人生的智慧 是为了更好的经营人生 很有可能啊 能把这种信义 变成互念朋友 接触传统文化的 一个宝贵的机缘 所以这些游戏上瘾的步骤 也在影响着我们的孩子 那我们做父母 做老师的 也要知道啊 有的时候啊 我们也要去理解 他们面对的挑战 所以啊 刚刚下午的时候 有看到 我们红衣法师 曾经给大家介绍音乐的一篇小文章 自己遭遇了一点点滑铁炉 要赶紧向古人呢 学习看该怎么样 给有缘人介绍 才能讲清楚 就参考了 红衣法师的这个文章 我就发现一个规律 红衣法师 是艺术上 有极高成就和才华的 一位真正的大师 那红衣法师在论述音乐的时候 先通过种种自然景物的描述 引发人的想象 没有直接讲理 给我们讲了澎湃的水声 呼啸的风声 这个花儿绽放 迎风飘摆 飘落到我们身上的那种感受 这个鸟儿啼叫 燕子回朝 这种自然的情形 自然的感受 列举了很长的一大段 让人先把从小到大 在自然中感悟到的这些感受 拉回到我们对音乐的一种认知中 然后再去讨论音乐的一个道理 可是我看了以后 在想啊 我们现在的孩子 到底有没有接触到这些景物 是不是 因为我今天下午 也曾经试图用这些 引发一下同学们 结果发现同学们 一脸的茫然看着我 我以前曾经问过 有一群孩子 我在上课的时候 我问他们 我也是想用自然的声音比拟 我说你们有没有 父母 家人陪伴 你们一起去野外交游的经历啊 然后竟然有很多孩子说 没有 然后我就现场问卷调查 请问从来没有去 山林中 自然中 放松过 体验过的同学 请举手 有好几位同学举起手 当时也让我非常的震惊 这些孩子好可怜 他从来没有接触过自然 感受不到天籁之声 感受不到我们跟天地 本为一体的这种 本来的样貌 我们中医学建立在哪个学生上 建立在天地人三为一体的 一个基本的理论框架下 天地的变化 时刻在影响着我们 交结了 现在过了大暑 再往秋分走了 那么走到第几步 天地的气是怎么变化的 影响着我们的疾病 温度的升高降低 影响着我们阳气的 深浅跟沉降 风的状态 古人甚至有沾风 根据风的状态 方向 持续的时间 都能够预测出 人世的问题 风的状态 影响着我们 容易爆发疾病 还是容易风调雨顺 这自然中的每一个细小的变化 对我们人类来说 都是一个巨大的变化 可是我们 本来就跟自然亲密无间的 竟然都感觉不到 所以 去年好像有一段时间 地震频发 我看到就有人在网上说 说你看地震一来了 这个猫啊 狗啊 鱼啊 鸟啊 连昆虫啊 老鼠啊 小蚂蚁都知道 说只有一种动物 它不知道 它要等着手机 来发出这个讯号 我说这种动物是什么 大家都知道答案 就是我们人类 说人为万物之灵啊 这个网友接着问 到底灵在哪里 这怎么这些小动物都知道 就我们不知道 所以我们 也值得我们去深思 我们太久的 跟自然失去了密切的联系 我们发明了电灯 我们就可以突破日光月光 对我们的影响 难道我们因为电灯的发明 能割裂了人体的阳气 跟太阳的感应吗 我们可以想什么时候睡觉 就什么时候睡觉 就真的能够不受伤害吗 实际上我们深入中医学 这些答案是否定的 我们永远割裂不了 我们跟太阳 跟月亮的联系 我举一个大家都 很能理解的例子 就是导时差 如果你真不受日月的影响 导时差这个现象不会存在 为什么 你用人造的灯光模拟一下 哪里需要导时差 为什么我们经历了几个时区的跨越 我们就会出现身体的不适呢 是因为我们人体跟天地的讯号 产生了错位感 我们人可以在飞机的存在下 一日一夜飞到地球的另一端 飞到美国去 飞到哪里去 可是我们的身体可没有办法 在十几个小时的飞行之后 迅速的切换成跟当地日月的紧密联系 那这个切换的时间因人而异 我们体质好一些 切换的时间就短 我们适应的时间就短 我们身体弱一点 我们适应的时间就会长 需要适应导时差的时间也变得长了 你说天地不再影响着我们 这种感应哪里不存在 我们割裂不了啊 所以我请教了王永津老师 我说您的孩子为什么能够 不太受手机的影响 王老师就很注重开轿 给孩子听音乐 注重领着孩子去亲近大声 每天呢 一家人都会去爬山啊 每天也都会去运动 也会领着孩子们呢 去观察自然中的植物 自然中的动物 那过去到家培养学生就是这么教的 让你观察你想学望诊呢 我曾经看过有人这样讲啊 中医最高的境界就是望诊 看看这个人的脸色便知道他有没有病 那过去人怎么培养学生望诊呢 我曾经亲自遇过一位中医师 他说他的太太就是个望诊高手 他说他没有学中医之前呢 能够区别那种画家级别的色块的差别 那种很细微的 我看起来都是红色的啊 他能够区别出褶红啊 珠红啊 他们分的很细 他也很佩服他太太 他说你怎么学会 他太太说我从小在山里放羊啊 闲来没事啊 躺在草坪上就看天上的蓝天 他在广东啊 这个气候变化很快 有的时候就会下雨 他就每天这样观察观察 他慢慢就发现了规律 然后就知道天气怎样一变化 可能过几个小时就会大概的下雨 所以他后来太太就会准备好雨伞 所以他先生跟我说 我记得是09年遇到他先生 2009年 他先生跟我说 他说我出门不看天气预报 我问我太太 他一看天呢 告诉我打不打伞呢 准确率高达99%以上 从未使过手 说天气预报都没有我太太厉害的 他就是观察这个 颜色的细微的变化 那后来他太太学了中医了 就能够根据人脸上细微的颜色的变化 眼神的变化 判断出一个人的状况 所以这些从哪里学的 天地教的 所以我们昨天分享养生的课程 我也问了大家一个问题 我说我们大家都了解 我们中国的文字承载着我们祖先的文化 谁造字啊 大家都说苍结造字 苍结是什么时候人呢 皇帝时候的人 我说皇帝之前有没有文字啊 没有成系统的文字 那皇帝之前有没有文化 有没有文明呢 当然有了 我们中国历史说 福西做八卦 福西做秦色 神龙长百草 神龙交民驾色 交给百姓 种植五谷 开启了我们中华民族 农耕的 时代 开启了我们中华民族 自给自足 自强不息的 一种民族特征 我们不需要像欧美人一样 去跟着资源走 去甚至去掠夺争抢 我们可以自给自足 我们可以完成自循环 我说那之前的文明 这些圣人读了什么经 他们怎么发现 大家就愣住 我说易经就告诉我们了 福西啊 仰观俯察 圆取诸物 尽取诸神 抬头看看天 天上的星星 在说法 天上的日月 云泥 风雨雷电 在说法 低头看看大地 地上的植物 河流山川 在说法 我说这个学问 不光 讲了很多法 还很深呢 我曾经看过 宋代人写的行软学 专门探讨山的形状的变化 就能够分辨出山和山的不同 古人呢 说这个山的形状 我们话都是这样 古人说 这个山有死的 有活的 这个活的脉 是在走的 你根据这个能找到风水上的龙脉 他还有指住 有的时候停在哪 劫在哪 古人就通过这种细微的变化 就能够发现这里边的奥妙 这里边的智慧 我说这难道不是我们要读的经典吗 不是要交给孩子们的重要的人生内容 圆取诸物 观察植物 里面有没有法 为什么这个植物 它到了春天萌发 到了秋天结果 为什么有的植物到了某个节气会突然变化 观察动物 为什么有的动物有这样的运动规律 我记得前观察动物 我们中医界经常举的一个例子 非洲有一个动物叫做跳 好像叫做跳鳞羊吧 它一到了春天 它就会跑着跑着跳起来 然后跳得很高 飞一会儿在落地 可是科学家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其他的季节它都不会跳 它是正常的走或者跑 一到了春天 它就会跳 这是很奇怪 怎么其他的季节它不跳呢 为什么 因为春天有生发之气 它感受到了万物的生发之气 它顺着这个气 它就有跳跃 欢腾之下 所以我们中国人就观察到了 那春天该怎么养生呢 就不要抑制天地这种欢腾雀跃的样貌 所以古人素发 古人留发 到了春天呢 头发都不要束缚起来 早上都把它劈开 叫劈发缓形 什么叫缓形 不要穿紧身衣 让这个衣着宽松 别约束我们的这个身体 让他感受到自然的生发之气 他的气血就能够恢复 那么人呢 人的零到二十岁是人生的春天 所以我们叫小朋友 你不能约束再过 基本上要鼓励他这种生发之气 也是在顺应天地的道理 那这些道理 大自然不都跟我们讲了 进去诸身 这个跟我们健康养生有很大关系 我们为什么感冒 我们为什么不舒服 我们到底受了哪些因素影响 难道我们都要依赖医生 依赖那些仪器的检测 我们自己不能够去观察到那些原因 所以啊 我们怎么引导我们的孩子 我们的学生 恢复这种对自然 对万事万物的感知力 这难道不是教育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吗 哪里只有读什么书啊 学什么技能啊 要考多少分呢 哪里只有这些呢 所以我们看啊 中国有人也在分析啊 分析刘邦啊 有人说这个刘邦啊 没有文化啊 这个论军事不如韩信 论蒙略也不如张良 搞经济也不如这个孝和 他为什么能当王 开创一个时代呢 有人说刘邦不读书 可是他虽然不读书 他却在学习 他却善于观察 他却善于体会人心 这难道不也是学习 不是说一定要读多少书 要考多少分数 那么讲到这里了 我们就会面对一个问题 那人活着就会产生气情 李斌老说了 人有气情啊 闷在里面不发就生病 一定要发 那发在外面好不好啊 我今天下午也问同学 我说你们发出来好不好啊 我说我听说啊 有一个同学 看某个同学不顺眼 结果他生了腻 结果他没有忍住 发出来了啊 大家猜猜发生了什么啊 这两个同学 就发生了一些冲突啊 我说发出来肯定不好 那不发出来 难道就就解决了吗 不发出来 我们内脏受伤 那到底该怎么办呢 所以我们古人非常有智慧 古人呢 用音乐来引导我们的气情 让他在没有形成强烈情感的时候 得到释放 所以这是音乐最重要的目标 从内心 乐 从内入 理自外作 理是从外面约束我们的行为 不要让我们失控 那理约束 我们说了啊 同学啊 不能打架 对人要恭敬 那是从外面约束 那乐呢 是从内心进行疏导 所以我们说了 我们情绪的释放了 音乐是最重要的一个教学的内容 所以陆福廷先生论小学就讲了 古人十三岁就学乐 就吟诵诗歌啊 摇头晃的 所以古人吟经文呢 也不是读白文的 大学之道也可以吟诵啊 这个诗歌当然可以吟诵 所以诗为什么要合律啊 因为为了合乐律可以演唱 所以音乐吟诵啊 这些都能够帮助我们在七情 还没有酝酿成比较大的情绪的时候 进行一个释放 所以这里雪宫又说了 礼乐的大宗旨 无非就是让天下人安定和平 那为什么人不平啊 因为有七情 那所以呢 我们只需要把七情疏解掉 人心就回到了 本来的平和的状态 所以一个没有七情的状态 一个七情可控的人的状态是什么 乐际讲的 人生而静 天之性 我们的天性就是安静的 一个可控的精神面貌 是安静的 这个静是一种浅层次的状态 静到了极深的状态呢 就进入了一种 叫喜怒哀乐 发而皆重结 为之和 他完全在一个可控范围 就进入了和的状态 那么我们的心是和的 是平的 平的状态 没有七情 人也没有好恶 没有好恶 就没有我喜欢 我不喜欢 人心就是平的 那么和平其心呢 古人告诉我们 则优乐不能入 我们的内心呢 就更有免疫力了 更不容易被外界的这种 环境干扰 我们的心就越来越安定 那慢慢这种功夫积累的深了 我们慢慢有可能就 好的音乐是让我们喜怒哀乐 发而止 所以呢 我们内心有怨了 有长门怨 你弹完了 怨没了 心平和 不是听完了 内心中啊 本来还没有怨 听完了 哎呀 我好冤啊 我好不 不公平啊 那这样啊 就是把我们的情绪调动 所以音乐有好和不好 两种 不好的音乐 标准是什么 是刺激我们的情感 好的音乐 是平缓 疏解我们的情感 是古人说了 以古琴为例 那么虽然你有怨 虽然里面有怒 而不失于忠厚 我们看怒是什么 怒是离骚啊 齐元面对国家 政策偏施 国君不受见 做这个离骚来劝诫君王 他做离骚 是不是来抱怨君王 发泄私愤呢 像今天的词叫吐槽 是不是在吐槽呢 不是 还是一颗 劝戒的心 所以 虽怨已怒 而不失于忠厚 仍然有忠厚之气 所以这种音乐 呈现了一种忠厚平和之态 你听完了 整个内心是平静 你有哀伤啊 有各种阳关三叠啊 一顾人啊 疏解我们的哀伤 你说我们本来就没有情绪啊 有自然的流水高山 扩大我们的心胸啊 你听一听平沙落雁 听一听秋红 感觉啊 好像这个心胸变宽广了 好像天地近在我心胸了 那么心量也会扩大 还有没有情绪时候的音乐 那么你说要不喜欢乐器 古人还留有吟诵 所以李老说了 三百篇诗经啊 都是乐词啊 有不平之气 我们诵诗就能够疏解 所以我们看诗经里边 也有怨啊 也有讽诵啊 所谓的风雅诵 也有面对这个政局 政策施政不得当的时候 的一种情感的流露啊 也是有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刚刚讲了 亲近大自然 野游平其情 甚至我们熏陶人文 你包括农耕 我们以前有一位同学 很喜欢追手机上的漫画 他跟我讲起来漫画 那简直是滔滔不绝啊 哪个作者画了哪一个啊 然后他更新到哪一部啊 怎么怎么样 哪一部的主人公是谁 复杂的关系 我感觉如数家珍 他也很痛苦 也戒不掉啊 经常啊 一看就很长时间 后来今年呢 我们有一段时间 在山里面住 我们也种一点地啊 种一点花草 他说老师啊 我一住进来几天 我就感觉不想碰手机 我说我也是这样的感觉啊 本来可能啊 还想看一下手机 突然就不想看 为什么 山里没有别人呢 只有我们呢 天地自然的磁场 都充满着正能量 没有不好的磁场 所以我们住在里面 自然就不想碰 他住了一段时间的地啊 每天农耕啊 老做一段时间拔拔草 他还有了感悟 他说老师啊 你看这个草啊 很小的时候拔很容易 等下过一场雨啊 他马上就生根了 拔起来是很难拔下来 我们要费很多的时间 说我突然有点感悟 我们改过也要想拔草 你一旦被这个雨意滋润了 我们的这个习气就扎下根了 你就不好拔了 哎我说太好了啊 你原来还有感悟力恢复 他自己就不想碰手机了 所以自然啊 还有我们像现在 有一些手工啊 绘画呀 甚至做陶艺啊 等等这些传统的手工艺 这些人文的 百工的技能的训练 也能帮助孩子抒发啊 总是顺着他的兴趣爱好 我们来去运用 第三个呢 他已经身体受伤了呢 我们也可以有遇到好的中医师啊 寻求医生的协助啊 所以中医都讲了 真调神啊 药调神 这个真调神快 你可以寻求医生的帮助啊 通过身来影响我们的心啊 第四个呢 我们家人至亲啊 对我们的爱的关怀和鼓励啊 能够给我们呢 建立一种依靠感 所以我就经常在讲到 Break这个案例的时候 我们有注意一个细节 他已经戒掉了 后来有一次全家去度假了 他在家里觉得生活无聊 又开始玩了 我就不禁看到这里 我就想 为什么父母不带他一起度个假 为什么不让他感觉 家人时刻都在爱着他 你如果让他一直被爱包裹着 他是不是就容易戒除掉 他觉得说 纵使我的生活不如意 我的工作不顺心 但至少还有父母在爱着我 至少还有妻子在关心我 所以我 上个周啊 因为最近这个巴黎开奥运会 这也成了现在新闻的热点 我就看到一则 视频呢 我觉得也很受感动 参加巴黎奥运会有一位聋哑人 讲不出话了 他是参加这个兵华 他是一个兵华选手 然后他就跟记者讲 他说他以前呢 就沉浸在看这种黄色的影片中 不能自拔 他说他就一直沉迷到里面 以至于耽误他的训练 他十岁就展现了兵华的天赋 所以他因为他整天看呢 天天看呢 就整个人就没精打采 也不愿意训练 人也没有精神 他说他后来一直 恶习持续到他遇到他的太太 结果他太太就发现了 先生有这个坏毛病 我们说这个 我看了这个太太 我对他肃然起敬 这个太太没有马上批评先生 他做了一个让我很佩服的举动 他就跟记者说 他说我陪着先生看 我去了解是什么吸引了他 这个太太看了一下 就知道什么吸引了他先生 然后这个太太就引导先生说 这样的内容怎么怎么不好 说你喜欢的那些内容 我一个人无法完全满足啊 所以怎么办 先生就跟先生谈了 先生也痛苦流涕 所以太太就陪着先生 去做心理治疗 鼓励先生去戒指 所以后来先生说 我因为不想失去我的太太 这就是他戒掉 看这些的最大的动力 他说他中间也反复 也很痛苦 他说我每次要放弃的时候 我就想到我的太太 我如果放弃我会失去他 所以他就又鼓起勇气 他说我最后终于戒除了 记者就问他 那你戒掉看这些以后 你有什么收获 他说啊 他说我感觉我的心态更平和 我跟家人的互动更亲密 我能感受到家人的爱 我能感受到同事队友的那种关怀和信任 我觉得我很幸福 他在讲的时候 我看他的表情啊 都是发自内心的这种灿烂的笑容 一个好的太太 一个家人的陪伴 往往是我们突破一些人生困境最大的力量 你可能是来源于我们的父母 可能来源于我们的先生 我们的太太 可能这个力量还有可能是我们的儿女 所以今天我也看到 有一个小朋友来见我们成长法师 小朋友没问到一个问题 他说啊 他想问的一个问题 他妈妈告诉我说 怎么帮助爸爸戒掉剧 我在想说 如果爸爸真能感受到来自于儿子的这种关心 来自于亲生骨肉的这种不忍呢 那爸爸戒酒就源泳了动力 我为了我的儿子 我一定不会再沾一滴 我不能让儿子失望 所以以前我跟一位年轻同学一起共学一段时间 他说他的父亲呢 每天晚上都会刷这个小说 他说一看呢 看到一两点 他以前也劝过 妈妈也是事则事的 说你这么大的人了 怎么还看这些 你太让我失望 结果越说 爸爸躲起来看了 躲到自己的屋里偷偷的看 所以我也有跟这个同学说 我说我们一定啊 先不要是指责的 你指责爸爸只能躲起来 他要面子吗 我说你做孩子的只能感化对父母 然后我们这个同学有一段时间参加这个传统化学习 他也是善根很厚 他说他有一天呢 跟爸爸在一起休息 结果他半夜起来起夜 十二点多 看见爸爸偷偷在那儿 又看这些漫画 他说他那一刻 他就生起了很心疼爸爸的一份心 然后他一有那颗心 他感觉好像祖先加持 佛菩萨加持 他一下子有了灵感 他说他上完卫生间 他父亲也怕被他看见还躲起来 他说他就去 我搂着他爸爸的肩膀 然后就跟爸爸说 爸 看这个伤眼睛啊 你这样这么晚了又不开灯啊 我会很心疼 然后他爸爸就很不好意思 哎呀好好好 我赶紧关起来 因为儿子没指责他 他接着又跟爸爸说 他说他讲的时候 其实有眼泪在眼眶中 他说爸 你看这些可伤身了 我们老是讲了 这个晚上熬夜的危害 看这些的对身体的伤害 他说我可不想啊 我走着走着发现 父亲呢 没在我前面领着 他说他讲的时候 这个眼泪就要流出来 他说他爸爸听完了 眼睛就湿润 他说从那以后 一直到他离开家 父亲再也没有碰过那些小树 我们这个来自于儿子的爱 给了他父亲最大的 借除这些的动力 所以我也很 我也很赞叹我们这位同学 我说哎呀 你做的这个比我优秀啊 我也没有做到啊 所以这是我们家人的关爱 当然了 如果家人都不能理解呀 我们有机会遇到一个好的老师 来自于老师的爱呀 也是可以成为一个动力的 第五个团队导致志 有的人呢 家人还没有学习传统文化 不能理解 他到了传统文化团队 遇到好的老师 好的同学 好的同餐道友 大家关怀 不指责他 不要求他 他的心也能打开 去年我们也遇到这样一位学长啊 他经历了家庭的变故 婚姻的变故 父母对他也有很多要求 他的内心是很 很痛苦 而他来学习传统文化 本来以为啊 好像要忏悔夜畅啊 又被人批一吞 结果大家对他都很包容 都是鼓励他 安抚他 都没有指责 他学了一段时间 他就感觉心打开了 他在分享的时候 每一次都不一样啊 然后就很动容 慢慢慢慢 他说 他的心就感觉在这里就打开了 最后啊 宗教能够归其性 有一些力量 宗教有着很强大的力量啊 所以我们也看过一则故事 这个苏东坡先生 当年被贬到黄中啊 也很郁闷啊 也是有一点抑郁症的样貌啊 那苏东坡先生怎么走出来呢 他为什么叫东坡居士 就是那段时间 他农耕的那小片地 在东岸的山坡 所以他号叫东坡 也是那段时间 苏东坡先生开始学习 佛法的教诲 开始打坐 深入经典 慢慢慢慢把一些情绪化解 他也有去亲近大自然呢 经常在这个江边呢 欣赏着美景啊 也有跟家人团聚啊 都有这些帮助的力量啊 所以他慢慢也走出来 所以我们看最后一页 那我们情绪的疏导 当然还有其他的方法 如果各位老师啊 教育界的前辈有更高的 您有更好的方法 也欢迎您啊 补充进来 我们在持续的丰富啊 那么最后呢 我们说了 培养 好养生啊 其实关键是培养我们一个好习惯 所以我们看这段话是孙真人 孙四秒先生活了142岁 他真的是养生的高手啊 孙真人说了 养生啊 我们调养我们的身体 最重要的就是把好习惯养成 我们的好习惯养成 自然百病不胜 所以我们最近呢 这里办活动 我们请来一位拍摄的同仁 那么他就跟我说 分享他的父亲 他说他父亲呢 吃东西啊 因为我讲综艺养生啊 他说王老师 你讲这些我父亲都做到了 说我父亲呢 睡觉的时间 是永远定时的 起床时间也是固定 吃东西的量也是固定 吃完了饭 一定去散步 父亲的话还很少 也不会吃寒凉的 也不会贪醉 不管多好吃 他永远吃那么多 再难吃的 他也是吃那么多 睡觉也都是很早就休息 很早起床 吃完饭也必定去散步 而且从来不去为家里的那些琐碎的事情啊 去上火操心 他说没见过 父亲都是若无其事 好好好啊 这是肖像啊 所以他我就问他 那你父亲怎么样 他说我父亲身体可好啊 他说我很感谢父亲 我做拍摄 其实工作蛮累的啊 我们一起去拍摄 其他人身体都受不了啊 去西藏 他跟我分享 他们去西藏排啊 去云南排啊 那个高原反应啊 他说其他人受不了 他说我没事啊 我都没有因为身体拖累过工作 他说我得感谢我父亲啊 他的父亲呢 因为这种规律的生活 好的习惯 所以身体非常好 那也把这个健康的体魄 移伤给了他 这也是莫大的财富啊 所以我们培养孩子啊 除了给他智慧的启迪啊 让他有一个健康的体魄 也非常重要 所以我们看了 好习惯养成了 自然百病不生啊 灾祸亦无由作用 那再进一步提升 更高级的养生是什么 老子说 善舍生者 路行不欲虎寺 就是一个人充满了善 像我们读这个古书 这个有一个官员 去不到某个地方 好像是刘瑾吧 他去到某个地方 当地闹虎患 很多老虎 他一去了老虎就搬家了 所以周围的县 听到他要去哪里当官 周围的县都很紧张 为什么老虎不上他那去了 就跑旁边去了 周围的县就没有他这样的力量 所以他的真正的善机道 能够感动 感化这些凶恶的动物 能够不遇到灾祸 那么他的身体难道不健康吗 所以最后这句话特别精彩 故愚者抱病历年而不修异行 所以我以前行医 现在行医也经常遇到 我们也可能是这个愚者 我自己有的时候也觉得 自己也经常变成这里的愚者 我们有的时候经常病 怎么调也调不好 我们一直在打听 哪里有高手 哪里有好医生 哪里有个好大夫 哪里会针灸 哪里做艾灸 有什么方法怎么好 可是我们却不肯改变我们的习惯 却不肯去改正我们的恶习 所以愚者抱病历年不修异行 结果怎么样 我经常遇到 你不管这个医生有多高明 不管这个医生多想帮他 总是治一治好一好 好一好又反复 怎么治都断不了根 我以前遇到过 在我手里治了大半年都断不了根 我后来都觉得太愧对人家了 我当时还生诊费 我都想把诊经都退给他 他还不好意思要 因为他觉得 我好像也蛮认真在帮他治疗的 我是觉得治疗有效 不治又反复 觉得对不起人家 为什么 他不肯听我们的劝改变一些习惯 他总是想用外来的方法去掉他那些病灶 而不去在心地上下功夫 他胃里边老有胀气 我说你要把那些 别生气啊 把那些以前的怨气化掉 他化不动 他总想说通过医药给我解决解决 所以啊 残科莫尺中无悔心 我们千万不要等到浑身都是病 也不肯去忏悔自己 都觉得我没错 所以我们看那个重病缠身的人 很多人都是这样 他固然重病缠身很可怜 我以前遇到过这样一个病人 我们去看他 他这个后背都烂了 那个苍蝇都围着他转 真的很可怜 都能见到骨头 那你下一秒觉得他可怜 那些义工去扶贫呢 下一秒 你跟他一熟了 他跟你要钱 然后就开始跟你讲 谁是谁的坏话 谁是谁的坏话 所以所有接触久的义工 知道他这种德行都远离他 然后兴趣的又觉得他可怜 所以他呢就老换义工 我们也一方面可怜 一方面也觉得他也很可悲 所以成科 残科末尺也没有个悔心 所以《道德丛书》里有一个故事 你说我们真的身体弱了 能不能够靠行善的力量转变 当然能啊 周越川的故事 法师也讲过多次 他有一个仆人 周越川是名医 医疏很高 有一天帮仆人把脉 一摸死脉 死脉不治 那没救了 给了他一大笔钱 你赶紧回家去吧 结果这个仆人走到扬州 看到一件事情 什么事呢 有一个人呢 要把他太太卖了 来还借这个官府的钱 他哭得很惨 这个仆人就过去问他 这个人 这个人就说了 说啊 我跟我太太感情很好 我把我太太卖了 我就准备投何自尽 这个仆人就觉得很可怜呢 就把自己这些钱全给他了 说你赶紧把你太太赎回来 你也不要投何自尽 你们夫妇啊 赶紧回去生活过日子 他就做了这么一件好事 就空了手回家了 回家待了一段时间 应该也没啥事 身体也很好 实在无事可做 就又回去找这个周月床大夫 这个周医生一看到这个人 我们想象一下 他可能觉得这个人必死无疑 结果过了一段时间 他又回来了 吓一跳 你到底是人是鬼啊 怎么你又回来了呢 就赶紧给他摸脉 一摸脉 平和有受 脉向五脏平和 我们摸到和脉 你真的感觉是什么 一团这个能量 很多孕妇的脉 他这个孩子健康 你摸到孕妇的脉 就蕴含这种生命的能量 让你医者能感受到一种强大的生机 这种人都长寿 就平和有受 我摸过这样的脉 我摸过一个103岁到老人的脉 真的是平和有受 老人家每天睡四个小时 吃这么大一个小碗 一碗饭 我那时候年轻啊 有一点傻傻的 我就问老人家 我说他姓王 我说王老 您 您才睡四个小时 剩下时间干嘛 因为老人家也不看报纸电视 老人家就笑笑很慈祥的跟我们说 他说我就在这里打坐 我念佛 然后就把他的佛筑掏出来了 我老人家很慈祥很可爱 所以这个周月昌就说了 说啊 你呀 发生了啥事 怎么突然变了呢 这个仆人就把这个事情告诉他了 他说啊 你是阴德 你做这个事 积了很厚的阴德 感动了上苍 你的五脏 当时 我们在猜想 他在救人的那一刹那 他那个心是非常真切 没有 你看 他不是说 哎 我分你一点钱呢 啊 甚至是我 我给你一点呢 算一算 我要留多少啊 没有 全部都给人家 那个心是 非常真切 是圆满的不失 所以当时就感动上天 我们猜想他当下 五脏就变过 他的生命就变了一个样子 所以能变多病 短命为长寿健康 所以这就超出医生的认知了 所以我们看老人家这幅墨宝 那老人家给我们开了个药方 啊 所以我们找了一顿名医啊 最大的名医啊 我们净空老法师 也给我们开了个药方 我们没事要多看一看 看有没有没有 好好服药啊 老人家的墨宝写的 说人者爱人 肝脏好 一个仁慈有爱心的人呢 肝脏就好 就我们肝脏有病啊 要多去 在仁慈上下功夫 异者寻礼 肝脏好 一个有道义的人做事 寻着功礼 他的肺就好 所以我们看看疫情期间 这三年疫情给世界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那全世界人都得了什么病啊 肺病 那我们现在说明了一个什么问题啊 说明我们在世界范围内啊 我们这个道义不足啊 我们都是逐利啊 轻易了 所以啊 大家都肺不好了啊 就有这样的病毒了 是理者千敬 心脏好 一个心脏不好的人呢 他多去修礼让 谦卑恭敬 慢慢心脏就回 所以感恩篇汇编里也有一个故事 一个人叫王斌 他小的时候啊 疾病疾 就是他就是我们说很瘦弱 很多病 一般遇到这样的孩子 古人都担心他活不大 他自己也觉得 自己感觉自己寿命应该不长 可是他很有善根的 他怎么做 他也没有遇到好的姻缘 听到圣贤教会可能 但是啊 他一见到老人 就非常恭敬老人 为什么 也是觉得 我自己可能没办法活到老了 所以他也很羡慕人家 当然也很恭敬老人 所以过期蒙者 只要经过他家门口的 虽见辈 必起立 这个什么意思 我们知道这个在其他地区我不了解 在中国国内啊 有很多农村还有这样的习惯 叫论辈分 可能这个小朋友六岁 他的辈分比村里的老人辈分大 所以老人按理啊 应该喊这个小朋友一声 叔叔 爸也 虽然这个老人家已经七八十了啊 但是辈分是这样论的啊 这个王斌呢 应该是这样的情况啊 虽然辈分比他低的老人 虽然身份不一定很高的老人 他见到了 只要是长辈 一定站起来 恭恭敬敬 行必让路 遇到人就很谦让 我们就想到法师分享啊 法师父亲开车的案例 是吧 我的印象很深 因为我开车的时候 我虽然不开车 有的时候看到太太驾车 我在副驾上也有轻度的路证 我就很想快一点快一点啊 前面的车你赶紧一点啊 这就能想起法师讲的 法师父亲的案例啊 这老人家开车啊 都是不要急 慢慢来 遇到人家都是礼让 行必让路 我们今天也是可以这样做 我们在驾车的时候 也可以去礼让别人啊 不去跟人家去争 不去跟人家发生这种冲突啊 所以他就是这样做了啊 守住了千镜 怎么样呢 他病啊 慢慢就好了 为什么 心者君主之官 神明出焉 黄帝内经讲啊 你心脏一好了 五脏慢慢就滋养起来 哪有说我心脏好 我甘心脾肺肺肺肺肾就都坏掉的道理 不会 所以力气也逐渐逐渐的壮 我说体质也上来 最后瘦至九十三岁 高瘦 所以 千镜啊 能够养心 智者不惑 我们有智慧 不被纷繁的事物迷惑 肾脏好 那反过来呢 我们让这个手机迷惑的颠倒了 不能自拔了 你说我们的肾脏受不受伤啊 一定啊 难免 所以我们看到现在年轻人呢 我们办一个班 四五十个同学 有五六个人 四五个人脊柱有重大问题 各种侧弯呢 各种问题 很多年轻人呢 问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 跟我咨询脱发 咨询失眠 哎呀 我们看了以后 这很感慨 一摸脉 肾脐都很弱 你说他读书 哪里能体会很深的道理 他读一读都累了 精神都不济 所以我们现在全民呢 都被这个信息干扰 我们全民都有可能肾脏受损了 信者不欺 我们不去欺骗别人 我们用真实心 真诚心待人 脾胃好 所以我有的时候就会有一个困惑 我以真心待人呢 人家以真心待我 我固然欢喜 我有的时候就觉得 我真诚对人了 别人不真诚对我 我心里就不高兴 结果前两天呢 看到刘索云老师讲了一段话 刘老师问了一个问题 有人问 刘老师 我以真心待人 别人不是真心待我 怎么办 刘老师就说了 说我建议你 你继续真诚 为什么 你要告诉自己 你的真诚心还不足够感动他 你再去真诚 真诚到极致了 你能够感化他 感动他 他不真诚啊 见到你也变真诚 所以我看了以后 也对自己是一个很好的启示 所以我们真正能够 不期真诚啊 我们的脾胃功能就能恢复 所以老人家说 善虚无德 我们会虚啊 身心健康 老人家给我们开的药方了 还有墨宝写下来的 所以啊 古人也有很多这样的故事 另外呢 戒杀放生啊 对健康的帮助太大 所以我们成的法师经常推荐我们一部书啊 毛棚杂技 但是我看看毛棚杂技里边 好多都是劝放生的功德 我自己也经历了 家里好几位这个长辈啊 遭遇这个临终啊 有的时候有一些病痛现前 甚至有一些临终的时候 有一些家人呢 不配合 不愿意用这个佛教的方法 或者用一些能让老人少受苦的方法 想送医院 当我们遇到这种情况 我们大量的放生 积极的放生 真的很快老人那种病苦啊 那种很难医疗 通过医疗解决的痛苦 都能迅速的化解 我自己是做医生的 我对比过啊 用药用针呢 我是针药病上啊 也不及放生的力量强大 甚至十分不及其一 我们用尽的好药啊 我那时候也是遇到家里的长辈 也是用尽平生所学 也没有放生的功效 所以我们看最后啊 很多的故事 你像这个同城的尹归先生 他就喜欢吃野味 喜欢杀生 结果夫妇两个人呢 三十多岁啊 就身体就很阙弱 身体就不好 我自己就是一个例子 我上高中的时候 最少一个月要打一次掉水 为什么 一个月最少病倒一次 吃西药的就不计其数 整天病 整天病 为什么最爱吃这个海鲜啊肉啊 直接天天病 天天病 所以我有一个深切的体会 我遇到我们人生啊 国内最重要的考试 两场 一个中考 一个高考 我印象特别深 我中考的时候啊 办这个红眼病 结膜炎 眼睛肿起来了啊 打卷的时候都 眼睛都睁不开啊 都肿肿的流着泪 打卷 但是成绩还可以啊 高考的时候 结果又又来了啊 我自己也算痛苦 肿的眼睛完成了两天的高考 考完了慢慢好 所以我就反思 我到底做了什么店啊 后来一反思 小的时候最喜欢吃鱼的眼睛 只要这个桌有鱼 我一定要吃眼睛 而且就要把它嚼得很碎 就是太爱吃了 所以父母有的时候 心疼我们 专门为我们做 所以 这也是我们自作自受 后来呢 知道了啊 开始渐渐的 往素食上过渡 逐渐的不吃肉 虽然还没有开始放生 慢慢的啊 劝人吃素 眼睛啊 再也没有害过那么痛苦的样子 这个反而的眼睛啊 还比以前感觉 还好了一些啊 这个近视的度数下降了几十度 还下降了一些 感觉眼睛还在恢复 所以真的感受到 这个害身啊 害自己 所以这个尹贵先生啊 他遇到了一个算命高手 会看相 他就问这个先生说 这个我的寿命怎么样 这个人说了 你一脸杀气啊 你这个寿命啊 不是很很乐观啊 然后呢 就劝他说 你看大造经说 人不杀生 能得长命报 所以你的寿命 取决在你 不在我啊 是你决定的 我只是把答案告诉你 这个数是你自己来定的 还送给他一部啊 借杀的书 这个尹贵先生很有善根啊 回来以后就一脚放行 永界活物 再也不宰杀这个活的动物了 而且经常放生 逐渐身体就越来越健康 服服两个 改一扫 原来很弱的体质 都活到了八十多岁 你看 他三十多岁开始努力 都有效果 所以我们看挪威比尔根大学的研究 说一个人二十岁吃素 他们的研究结果 至少延寿十三年 说一个人六十岁开始吃素 都能延寿个五六年 哪怕他八十岁开始速食 都能延寿三点五年 这是有数据支撑的 学术研究报告 所以这个肠 速食 乃至于更积极的放生啊 对我们健康长寿 有着莫大的帮助 所以我们遇到教的孩子 学生 身体不好了 怎么求医 没办法了 我们除了把老和尚的药方给他 我们可以欠他戒杀放生 劝他改掉自己不好的习惯 修心形啊 那有可能啊 他都不需要医药的帮助 身体都慢慢缓 缓过来 当然人如果真的心形改变 老天会给你派好医生的 你会无意中啊 遇到好医生 你说我真的很惨啊 我这个有以前有人问过我这样的问题啊 我这样养生课 有人说老师 我们当地一个好医生都没有啊 我们那个小县城 天哪 怎么办呢 我说 我就跟他讲 影尘回忆录中的一个故事 我说谭虚老和尚 当年病得很 地贤老和尚 病得很重啊 地贤老和尚是宁波人啊 这个爱吃这个宁波的一种 好像叫臭菜 那个菜容易引发痰 就容易生痰 好像我们听说这个有的地区爱嚼槟榔 他也是这样的饮食官都会带来健康的伤害 过去宁波地区爱吃这种臭菜 就容易引发痰 那么谭虚老和尚没出家之前是个好的中医师 他看地老啊 病得那么严重啊 人都又快 生命都垂危了 他说按照医书来说 应该给他用去痰的药 但是那个去痰的药物叫食草汤啊 里边的药物啊 有剧毒 干髓啊 这类重要有剧毒 一过量 老人家地贤老和尚年龄又大 怕把他命就要了 那个药一吃去 你会疯狂的吐痰 你用多了 这个人就吐着吐着 他正气就没了 你本来想帮他治病了 就把他命害了 所以韩虚老和尚也不敢用 就在这个危机时刻 结果地贤老和尚的老乡来找他 为什么呢 这个官府追查他 因为他 胡要给人家在外面非法行医 害死了很多人命 人家曝光了 官府捉拿这个人 这个人被逼无奈躲到这个地老的寺院中 求地老披护 说你看在我们同乡的份上救救我 不要被官府抓去 这个人根本没学过医术 就知道用这个 一味不知名的草要给人家吃 有的治好了 有的就治死 所以人家就报官抓他 他躲在地老的庙里边 看到地老病得很重 地老又收留了他 他说这个地老 你这个老人家救我一命 我怎么报答你 我会行医 又拿出他那个上人无数的药粉了 就给地老吃了 结果地老吃完了 上土下信 这又晚上了 这个才能不行 地老的弟子就准备把这个人抓起来 送官府 说你要杀了我们师父 我们不能上完了 你这是 这个疑怨报德 我们一定不能饶过你 这个同乡也很紧张 也吓得不行 结果这个地老吃吃吃吃吃 吐吐吐吐 最后好了 到了天亮的时候 弹越吐越少 人就缓过来 病也没了 这个弹虚老和尚就去问这个人 你跟我说实话 你到底给了老人家吃了什么 你告诉我实话 我饶你 你要不然 我不能算你 虽然老和尚没事 我也要把你扭送官府 这个人被这么一下呀 他也害怕呀 他也不是真心想害地老 他就说了 我这个药面就是干水 有剧度 我也不会啥医术 我就知道给人用 反正蒙上了 你就好了 蒙不上了 吃多了 你就死了 剂量了也没个准 就是按心情抓着 你看 这个人呢 你有那样的福报 有那样的德行 你真的无意中 遇到一个庸医 都有可能无意中救了你 这个故事真的 大家可以去看看原文呢 也很值得我们玩味的体会 那么我们这个专题呢 基于感应的道理 感应通过我们身心的健康 就能够观察到感应之迅速 真的是如影随形 你看地前老和人 我们都知道一代高僧啊 一生为佛法付出啊 他有这样的善 他遇到病苦的时候 都有感应 来那个用意啊 都能救他一命 你觉得这个事情多么的巧合 也不是巧合 所以感应的道理 其实在我们的身心上 都可以观察出了 我们真正例行感应篇呢 我们现在也在学习啊 我们的身体 也都能慢慢慢慢的 好转起来 好 那么 自己啊 猜疏学浅 也有很多披露 不当之处啊 如果有错误 不当之处 也请法师啊 和诸位教育界的前辈 多多批评指证 那么王川的报告就到此 谢谢大家 好 我们这边是不是先跟 王老师行礼一下 好 大众请合掌 礼谢老师 慈悲受课 向老师请感谢礼 敬礼 谢谢老师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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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接下来是不是请法师帮我们指导一下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谢谢 王老师 谢谢王老师 这个文道有先后 树叶有专攻 我是要好好学习 那这个 我们常常提到 这个健康是一 这个我们所拥有的其他的部分呢 都是零 所以假如没有前面这个一呀 这个后面再多的零呀 就没有意义了 所以这个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是我们家业事业的本钱 我们佛门也说借甲修真 借这个身体能够真正好好修行 恢复我们的真心 那从王大夫这个课程 我们也可以深刻体会 这个心理呀 对身体的影响是非常大 不知道我们在听的过程 当然他也都引了老和尚的教诲 我们也是随老和尚这些墨宝 来自我检查 比方这个 忍者爱人 肝脏好 假如我们肝脏比较差 可能就找到原因 因为我们现在要解决问题 不找到原因 要解决问题 不容易了 这个佛门修行 老和尚常说的 面对境界要清楚 这个就是绝了 最近也是 遇到一些比较年轻的 这个同修 也有反应的说 哎呀 这个佛法呢 要用到 现在生活啊 工作啊 挺难的 那真的有跟他交流到了 哎 佛是什么意思 佛是绝的意思啊 你比方说你身体健康 问题出在脑都不知道 就不绝了 那就解决不了问题了 包含 讲的每一句话 假如是 不绝是迷糊的 你可能得罪人了 伤人了 造口业了 造口业了 那一定会影响自己的身体健康 你一句话 这个让人家难过好几天 那这个铁钉 跟人 不相应了 可能 伤到自己干了 今天我也 遇到一个朋友啊 他就 提到 他很多年了 都一直没有办法突破的 是见人家的过 那见过啊 会起称会 这个会 伤到自己的肝脏 那 当下呢 就想到啊 老上曾经 讲经的时候 有指导 这个其实我们呢 肯吃法药啊 这药到病除了 不会再因同样的状况 生气 这个动心生气 那老上讲经的时候就有提到了 这个 你从今天开始 看到任何人的错 你就告诉自己 你就告诉自己 是我做的还不够好 不能感动对方 那这个晨会心呢 一下子就转成 一种动力了 所以烦恼 这个对身体 都有损害 不只对身体有损害 把我们的功德都烧掉了 我烧功德了 好像刚刚王大夫也提到 信者不欺 脾胃好 那我都对人家诚信啊 但是别人对我不诚信啊 我还是很难过 那他也举到这个刘树云老师 回答同修的话 那可能我们做的还不够 诚信 去感动对方 天下无不可化之人 但恐成心未至 我们都回到 还是自己 要提升的部分 我们就不容易去指责他人了 好 那 这个 义者寻礼 肺胀好 刚刚举的例子 我们印象深刻 这个 新冠 那是肺病了 那 这个病呢 席卷全球 甚至好像现在还有 复发的一个状况 那我们 老祖宗啊 我印象特别深刻的 就是这个白鹿洞书院 这个博学审问圣师明辩 笃行 这个前面四个步骤是解 后面笃行是行 解行相应 那行当中呢 有立身 处事 接物 立身 我们这个修身的功夫 要怎么立起来 这个都离不开 不贪 不称 不吃 成分 就不称 自愈 不贪 千善改过 不渔吃 我们一开始 王大夫讲到 老和尚的 教导 贪 称 吃慢 疑 这个是病因 怨恨 恼 怒怒 凡 这是病的 缘 因缘 具足 会呈现 这个 果相 出来 那立身 再来 处事 印象很深 只有一句话 正其以 不谋其立 明其道 不计其功 就是处理任何的事 的动机 都是道义 不是功力 而我们观察 我们自己 包含我们的孩子 受到 整个风气 就是功力主义 享乐主义 比较严重 那全球都 功利了 老和尚讲经 也说 现在 没有 这个连父子关系 都是厉害了 那其他的关系 就更不用讲了 所以就变得 你看大家 缺义之后 你看这个 新冠肺脏的病 这影响 面那么大 那可能我们都期望 赶快过去 赶快过去 可是我们假如 依然不易的话 那这个病 还是退不掉了 这必须从根源 解决问题 才行 离者 天静 心脏好 智者不惑 肺脏好 信者不欺 疲胃好 这个 跟 这个五常相应 身体好 一切法 从心想身 我们的身体 也是从心想身 我们的心念 都跟这个 五常相应 身体会越来越好 那刚刚也讲到放身 这个大致都论说 诸功德中 放身第一 也举到 身重病的人 一放身 他病减轻了 临终的人 一放身 障碍 去得很明显 所以这个都是 因果 不爽 无微不失 得健康 长寿 所以 这个 太上感应篇 慈心 于物 昆虫草木 油 不可伤 刚刚这个 周月春 医生的仆人 你看那种 同情 怜悯的心 很强烈 你看他 五脏都变了 所以我们听了 这些故事 我们应该 有信心 这个健康 掌握在 我们的手上 包含我们 互念 亲戚朋友 可能身体 有问题 相信 王大夫 讲的这些 理跟事例 会给我们 很具体 怎么改善的 方法 那这个 最近 跟大众在交流 说我们现在所面对的 问题 身体也好 心理疾病也好 都需要多管齐下 这个身心灵 多管齐下 才能解决 我们现在 真的 接触这些 一二十岁的 孩子的身体状况 真的比我们 这一代 就差一代 差太多了 那身体 我们现在吃的东西 毒太多了 看起来都好高啊 可是呢 内脏的功能都不好 大家知不知道 为什么都很高啊 因为现在食物当中的 荷尔蒙啊 太多了 都被吹大了 哇 你看现在 一只鸡养多久啊 差不多二十八天 就宰了 那你 基本上都是吹大了 那都吃到人的身上去了 哎 真的感觉都很高啊 可是身体都不好 而 这个五骨为养 所以从身体的方面呢 首先是 主食啊 很重要啊 所以先把这个掌握住啊 当然大家尽量啊 不要吃白米啊 这白米只有碳水化物啊 还是要吃全饮食啊 我是呢 差点就去做有机农业啊 啊 这是刚好 我 因缘安排啊 让我去代课两个月啊 不然我的工作都谈好了 哎 但是呢 以前有这个院啊 这个都已经是 二十五六年前的院啊 那最近遇到 不少啊 很有使命感啊 在食物方面 尤其是这个 主食啊 稻米 这方面 几乎是请其所有 不管是财富啊 还是身体 我看都 做得相当辛苦 哦 那就都是为了 啊 人民健康啊 甚至是挽救下一代的 健康 哦 还有啊 挽救 大地母亲啊 啊 你把把这些好的土保留起来啊 那 以后没有地方种啊 那 这个问题的太严重了 哦 而且很难得啊 哎 政府 重视 啊 花了很多钱呢 保护这些土地 哦 那有民间 这样 发行呢 啊 去 种 有机的 啊 这些 主食 哦 那 这个我以前在台湾呢 吃糙米 哦 但是糙米呢 口感 可能一般的人觉得比较粗 哦 那 现在我们遇到这个 这个童修啊 他们做 胚雅米 胚雅米 口感挺好的 哦 也得 教人以善物过高 啊 你一下 他吃的太猪糙 不愿意吃了 哦 那营养差别的 不是太大 啊 吃胚雅米 哦 那 你食物 其实啊 吃菜是配着吃的 现在有一些观念啊 菜吃一堆 不吃 不吃米 不吃饭 这个不妥当了 你只要食物 最主要的主食 能控制住了 可能你健康啊 就掌握 很大的一个部分 哦 哦 所以这个我们 这个也从 身体方面呢 药补不如食补 哦 这个吃好的主食啊 还是很重要 哦 那这些 现在这些孩子 心理的部分 影响也很大 哦 那这个都跟 家庭有关 哦 所以我们当父母 长辈啊 都要为 孩子 下一代着想 哦 家庭气氛 要和和 家和万事性 哦 包含灵的部分呢 带着业力也比较重 哦 这个王大夫刚刚说了 啊 自己喜欢吃鱼眼睛啊 哎呦 那 所以一遇到考试了 这夜报现前 好像 头都发昏了 哦 那这个灵的部分呢 那就要靠 这个 这个 哦 修行 激功累的 来化解 尤其是放生呢 这个化解的力量 就很大了 哦 哦 这一段时间呢 成德 特别相信一句话 啊 有佛法 就有办法 啊 有传统文化 就有办法 哦 那希望我们 啊 这位 教育界的 同道们 哦 我们呢 这个 先有这个信心 我们就会传递 啊 把这个信心传递给孩子们 啊 对我们老祖宗的文化 啊 都有这个信心 哦 那当然 这个仁义理智性啊 没有离开 我们现在家庭 我们的工作职场 哦 我们跟 这个 这个 同事之间 啊 比方对下属啊 均仁 仁慈 哦 那我们的身体啊 就在 啊 对待下属当中啊 越来越好了 哦 啊 陈忠 忠也是 恭敬啊 啊 对上也要恭敬 哦 义 哎 我们对团体啊 实时都是大局为重 哦 不在 不在团体里面 搞分裂 啊 搞是非 哦 哎 这个也是义 哦 那 这个 同事之间 啊 互相礼敬 啊 互相赞叹 啊 这个是礼 哦 哦 哦 那智 啊 我们在教学 现况啊 不感情用事 不意气用事 啊 这个是智 哦 那智啊 啊 啊 这个 跟同事啊 啊 上下级关系 所信啊 包含了 哎 答应学生的事情啊 我们也所信用 哦 这个 啊 这五常啊 就完全 就是我们的生活工作 主事待人接物 啊 这个最近啊 王大夫帮我看病了 说我这个脾胃 最近比较不好 啊 我在想 最近是不是开了哪些支票啊 啊 没有给人家兑现了 啊 现在夜报现前 啊 所以 这个 诸位忍者啊 假如我要给你们开支票 没有兑现啊 啊 大家可以提醒我一下啊 我好从根上解决问题 好 那今天 感谢王大夫的教导 也感谢大家的参与 谢谢 阿弥陀佛 感谢王大夫的教导